一个工资本的纠葛 亲姐妹的博弈 到底什么阻断了三人血浓于水的亲情 调解能否吹散萦绕在姊妹之间的阴霾 找寻认识对方的道路呢 百姓调解父亲的工资本正在为您播出 我都要是吃我 我都不是吃吃吃吃张 画面上下跪的两姐妹是来自于 开封起线的张英与张芳 两人是姐妹关系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跪下来呢 这名男士是张英的丈夫张刘杰 据张刘杰讲 岳父岳母西夏五子只有三个女儿 他们家排行老大 之前他们姊妹之间相处得很好 可就在这三个月之前 家里发生了一件事 让原本和睦的大家庭 如今闹得是鸡犬不宁 张刘杰讲 岳父今年77岁 目前病情十分的严重 按理说这个时候 姊妹更应该是抱成一团 好好照顾老父亲 他们之间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产生了矛盾呢 张刘杰说岳父之前是一名教师 退休每月工资两千多元 可自从岳父不清醒之后 岳父的工资就有小姨子张峰拿着 为此他感觉很是不满 让百姓条权感到不解的是 这本是张刘杰妻子娘家的事 作为女婿的他 有为何要掺和这些事呢 我来到以后 我老游户就把我当儿看了 把我的这个许甲布 咱都知道这个 有这个总录一线的许甲布 他就把我许成他的儿了 我的老游戏夫 他闺女都许成他媸妇了 据张刘杰介绍 他当初是入赘张家 做上门女婿的 三十年过去了 他一直在岳父岳母身边 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生父母看待 原本姓刘也改成了姓的张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是张家名义上的儿子 而小姨子张芳 也是一个嫁出去的姑娘 泼出去的水 所以他觉得岳父的工资本 本应该是由他拿着 那么事实真是如此吗 百姓条权决定 去张刘杰的家里了解情况 张老汉目前因为身体很虚弱 几乎丧失了语言能力 条件决定先向老人的小女儿张芳了解情况 既然工资本是引发家庭矛盾的祸端 他为什么拿着父亲的工资本不放呢 此时张芳的情绪比较激动 在条件一番安慰之后 他的情绪稍稍稳稳定了一些 他说自己之所以拿着老父亲的工资卡 是有原因的 据张芳讲 去年父亲单位补助2000多元钱 姐夫张刘杰在腊月27那天 偷偷的把钱给取走了 父亲知道之后很生气 觉得张刘杰靠不住 就把工资本交给他管理 那么这件事情究竟是真是假呢 在条件分析之下 对于这件事情张刘杰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 但旁边的张芳似乎并没有数落完大姐夫的罪状 他说父母之所以对于姐夫张刘杰失望 还有其他的原因 张芳讲张刘杰这个人不是一般人物 在家能说会道 可一遇到正事就掉链子了 比如有一次父亲要去医院 他希望姐夫张刘杰能够开车把父亲送到医院 可是姐夫却说出了这样的狠话 张芳说还是父亲住院 老父亲住了一个月院 出院之后 老人想回家 医生也说能出院了 但是张刘杰以串亲戚为由 不愿意接老父亲 张刘杰讲那天明明他是要去接老岳父 是小姨子张芳不让接 听姐夫这么说 张芳随即反驳说 姐夫在说谎 当时二姐张华也在现场 二姐张华可以给他作证 那么究竟谁讲的是事实呢 为了弄清楚真相 条权也希望见见老二张华 老二张华表示 当时他们已经给老父亲办理了出院手续 急着回家 可姐夫张刘杰却让他们在医院等候 一去不返了 无奈 他们姐妹俩就把老父亲先送回了家 四十 此时张刘杰默不作声 张华表示 大姐夫张刘杰不仅对父亲这样 对待母亲也是如此 老二张华说 他们认为 陪父亲去县城看病的时候 顺便带上母亲去检查身体 这是一举两得的事 可是姐夫张刘杰知道之后 不仅对他们很不满 对母亲也是大发雷霆 张刘杰讲 他们当初之所以那么做 是担心岳母的身体 而张华讲 姐夫并不关心父母 只对父母的财产感兴趣 一个工资本的纠葛 亲姐妹的博弈 到底什么阻断了三人血浓于水的亲情 调解能否吹散 萦绕在姊妹之间的阴霾 找寻认识对方的道路呢 你还在套 你开始整个东西了 百姓调解 父亲的工资本正在为您播出 天然的自己 超能的你 超能女人 天然饭 超能直碎低泡洗衣液 天然椰子游生产 超能女人 用超能 身体有时是在过度劳累之后 好像身体被掏空 是不是渗透真的 惠人之宝片 二十二位荣耀 把渗透之的补起来 他好 我也好 无良春光灿烂 相醉人间 相醉人间 三千年 名门之秀 无良春 老卫定新办法 俯人牌升起健胃颗粒 快止痛 重调理 日味更养胃 头屑去了又来 头皮也是皮肤 不能只靠清洗 新海飞丝三重护理 谢谢 赏肤保护三重护理 谢谢当然持久 实力派海飞丝 爱绿色 不爱添加 爱健康 不爱伤害 立白灶液 不添加荧光棕白剂 绿色健康的洗衣液 立白 引领绿色健康 润心堂牌 中阳寇服液 浓缩黄旗 构旗子 白竹 人生 当归精华成分 缓解体力疲劳 适宜一疲劳者 润心堂牌 润心阿胶浆口服液 增强免疫力 提高抵抗力 助您充满活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每一个中国宝宝 我们向宝宝营养了黄金标准看齐 我的天生 靠近 清理冠 坚持中国宝宝营养研究 为中国宝宝而生 小刘长头发 全影损伤减短 才不要 全新潘庭ProV维他命原配方 从发根 强韧到发尾 旧发想多长 留多长 每次抢认 参庭 结婚几年了 一直怀不上 我去了长江医院 很多医院 一年了 宝宝很健康 我没法过了 我谢谢长江医院 到长江 还运快 到长江 还运快 珍州长江 不运不遇医院 6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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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 头皮也是皮肤 不能只靠清醒 这海飞肤三重护理 谢谢 赏肤 保护 三重护理 谢谢 当然持久 实力派海飞肤 要用洁净的衣服 给他自信 我选择 洗得干净 又温和的太子 太子洗衣液 具有双重洁净技术 去自一条无残留 他自信的表现 是我最大的嘉奖 有太子 没污渍 这感冒 抗病毒 好得快 妇人牌抗病毒口服液 十分用心 十分放心 爱绿色 不爱添加 爱健康 不爱伤害 立白灶液 不添加荧光棕白剂 绿色健康的洗衣液 立白引领绿色健康 是他在想我吗 暖一下就好 999感冒0 暖暖的 很贴心 两名 有肚子 关键事 不靠谱 为什么 要就是我抱 恶祸 来上实力架吧 怎么样 嗯 来就 实力架 很早饥饿 做回自己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 百姓调节 我是王萌 别忘了感情当中 遇到困惑 可以拨打电话 0371-6560-5388 百姓条件 帮您解决 同时还有可能获得由 纳埃斯集团 作为您提供的超能洗液奖品 以及郑州绿博园 门票一张 好 调节继续 一个公资本的纠葛 金姐妹的博异 你不要没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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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什么阻断了三人血浓于水的亲情 调总继 人家想起来他了 那改住我 那改住我 改住我 改住你 改住你 你要的 调节能否吹散 萦绕在姊妹之间的阴霾 找寻认识对方的道路呢 你现在烫 你开始整个东西了 百姓调节 父亲的公资本 正在为您播出 老二张华讲 父母一直独自生活在这个老院子里 父亲病重之后 由他们姊妹几个轮流照顾 自从姐夫知道父亲得了重病之后 就把父母家里的东西都搬走了 更让他们伤心的是 大姐不禁不从中处来 反而跟大姐夫一条心 我跟他 我跟他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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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三张华讲 父亲养的鸡子也就十来只 他本是好意帮父母照顾 可是大姐总是以为 他是想争夺这些财产 像防贼一样防着他 听到小妹妹这么讲 大姐张英从屋里出来了 我跟他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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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过来 给他摘过来 说起这些鸡子 老大张英也是一肚子的火 他说 他们夫妻俩住的院子就在父母住的这个院子旁边 平时他们夫妻俩时不时就给父母买这买那补贴父母 可是两个妹妹从来都看不到他们夫妻俩对于父母的好 反而跟他们计较卖一只鸡的事 子妹几个不顾病床上的老父亲 因为财产的事情炒作一团 调节都有一些看不下去了 我跟你说大姐 其实你来你来 你说老大姐的 他们俩都是小妹都是妹子的 是吧 你说 我这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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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咋过出来 我跟爹 跟开放 跟爹给他打三枪 给他打三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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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要非要命令人 还要老天爷看出来 你不要命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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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时候有啥 他爹有啥那时候 那你们有啥 你不要命令人 他认为姐姐光知道索取 不知道复出 父亲病危 大姐并没有尽到 做女儿的责任 此时 现场的火药味 越来越浓 你们都同情过的 那女酒 到这个 她不是你妈生的 那女子 那三个都是你妈生的 你爹生的 那三个人老生者 你不要 你说什么话 再说话 你不要 你三个人老生者 人家看笑话不看 你看现在在场这么多的 看谁是笑话的 怎么都是看 人家的笑话的 你看你爹 好好的 你爹晃了之后 那三个人家的笑话 都是怀疑别的 寻疑别的 所以你说 从说话 你把改方 你爹给你拿钱 他改方不给他拿 你爹能干受 都是帮你的 帮你做帮你做 现在你爹躺到柄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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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退威 你爹躺到柄道上 你开始整个东西了 对于两个妹妹的指责 张英也说出了自己的苦衷 他把这妹妹不 不让进院子 让他成功坏人 他前天都成功坏人 不让进院子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张英说 这件事情发生在十天之前 二妹和三妹 突然把父母住的 这个院子的大门 给反锁了 不让他进门 老三张芳解释说 大姐张英 心心念念的 都是父母的那点财产 为了不让大姐和大姐夫得逞 他们姐妹俩 只好把门锁上 不让他们过来 他所讲的是事实吗 半仙条权决定 向他们的母亲张老太 了解情况 他当时为啥给门锁住呀 不把人家光 我这儿拿来 套了话 套你的话 套你啥话呀 你说呀大娘 你不说 你看他啥人闹了一锅 你啥话 你不说出来 咋解决呀 你给我说说大娘 我听听 我把你被我拿出来 他把他接下来 给闲着回来 把我留下来 我们给他我拿出来 张老太讲 目前老伴存折上 还剩下几千块钱 二女儿与小女儿 害怕大女儿偷偷拿走 那天 小女儿张芳出去办事 把门锁上了 看来 老父亲的工资本 到底该由谁来保管 成了解决姊妹之间 矛盾的关键 那么 对于工资本的事 老父亲之前是怎么想的呢 他有没有做过什么安排呢 安排啊 我发了 你连这个钱去我把你 你去下去吧 我去我们拿 我拿去 对 他吧 我拿出来 对 我发了 你看你等起来 老大张英表示 前段时间 父亲状态一直不好 想让他把钱取出来 为办后事做准备 可被小妹张芳拦住了 他呢 我来 不是呢 我来 从那儿呢 他呢 从那儿 你要你 我拿出来 谁要回来 我要七八四的 我要不是走这 走这 我都要是吃我 要我 我 我 你给你来 这边 你也在弄皮 我 抓我 双方为了证明自己 所言属实 姐妹俩都跪下来发誓 正在这时 老三张芳的丈夫 老三张芳的丈夫也来到了现场 张芳的丈夫说自己岳父重病之后妻子都没有离开过 岳父多次对他说工资让他帮忙取出来 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由于张老汉昏迷不醒无法求证 那么老父亲的工资本究竟该谁管呢 为了利益 莫不让步 俺娘不要管呢 我要一把 你怎么管人家 今日姐妹情 荡然无存 这个本家要给他了 俺娘以后 大羊 为了父母 究竟谁会妥协 爸没有这个工资本 那你爸这个手材都不抛了 百姓调节 父亲的工资本 正在为你播出 因为俺是一家 因为我今天那个大鹏嘛 比较不经济 说的目睹一下 现在俺别说的 有这个下 我想用 如果没有这个钱 没有这个钱 我自己讨厌 张刘杰讲 如果岳父不在人世了 他想用岳父存质上的钱 为岳父办理后事 但对于这个方案 老三张芳并不同意 是不是这个钱 我挣了 我拿走了 我要了 我花了 是我给他老了一家 你娘挣的 俺爹老了以后 这个本家要给他了 俺娘以后 下羊 我下给你爸 跑了个事的 先要你爸那工资本上的钱 你去来说 找到这儿 你把 你爸作为你爸的儿子的 你爸有这个好事 如果你爸没有这个工资本 那你爸这个手材都不抛了 你爸这个花材都不卖了 棺材都不卖了 是不是 这对面叫你爸 堵住单子走了 是不是 在条件的劝说下 对于岳父的工资本 张刘杰也不再耿耿于怀 而对岳母的赡养问题 张刘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张刘杰这个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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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越有几十块钱 反正他逍遥不养的 国家买点零食的话 划了一下 他那钱划完都 划我了一下 我不想他俩赃 赃一个 对 张刘杰讲 既然自己是上门女婿 就要尽自己的义务 他愿意 那么老二张华和老三张芳同意吗 老三张芳表示 亲生母亲在他们姊妹三个还小的时候 就离开了人世 继母一直把他们养大成人 他们也把继母当成了亲生母亲看待 两姐妹担心 姐夫张刘杰对母亲照顾不周 不愿意让母亲跟着他们 双方答不成一致 老三张芳便把两个舅舅请了过来 张老他的两个弟弟表示 谁对姐姐好 姐姐心里最清楚 所以一切让姐姐自己决定 张老太愿意跟着二女儿张华 与小女儿张芳在一起生活 对于岳母的提议 张刘杰似乎并不反对 反而又提到了财产的事 张刘杰想要母亲目前这个院子 和老二张华的丈夫并不同意 老三张芳讲 有两处院子 他们姊妹两个既然照顾母亲 这个院子就应该分给他们 双方又为老人的院子争论不休 见两个妹妹不同意 张刘杰跑到了外面 张刘杰始终坚持认为 既然她是上门女婿 就有权继承岳父母的财产 她的说法究竟符合不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呢 最后我们拨通了律师的电话 咨询相关事宜 听了百姓调捐于律师的通话 张刘杰不再吱声 通过调捐的劝说 张刘杰也不再反对 刘杰说人家的坏命不坏性 坏性人家准备就是坏性 人家既然都把他个性坏了 坏到咱家人家不是 啥 他坏了之后 咱爹给他坏了 他不知道 不管人家偷一步 不管人家知道不知道 你爹坏了知道不知道 我跟你说 那整个人爹不是很当你咋吗 如果人家爹不当 咱爹都不该跟他坏 目前怎么样去照顾老父亲的问题是关键 调捐把他们姊妹又叫到了一起 甚至有时是在过入劳累之后 好像身体被掏空 是不是渗透支了 惠人之宝片 二十二位营药 把渗透支的浮起来 他好 我也好 无量寸光泛滥 相对人间 相对人间三千年 名门之秀 无量春 爱绿色 不爱添加 爱健康 不爱伤害 立白照页 不增加荧光棕摆剂 绿色健康的洗衣液 立白引领绿色健康 不想要羽毛贴在头发上 平登场 Reject 飘柔 让发根清爽不黏 发尾柔顺到底 看 你来试试 Reject 飘柔 要用洁净的衣服给他自信 我选择洗得干净 又温和的太子 太子洗衣液 具有双重洁净技术 去自一表无残留 他自信的表现 是我最大的嘉奖 有太子 眉屋寺 是他在想我吗 暖一下就好 999感冒0 暖暖的 很贴心 小刘长头发 群影损伤减短 才不要 全清潘亭 ProV维他命原配方 从发根 长刃到发尾 右发想多长 留多长 每次长刃 餐厅 爱绿色 不爱添加 爱健康 不爱伤害 立白照页 不添加荧光棕白剂 绿色健康的洗衣液 立白引领绿色健康 神絮有时是在过度劳累之后 好像身体被掏空 是不是渗透支了 惠人是宝片 22位 要把渗透支的 补起来 他好 我也好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百姓调节 我是黄蒙 别忘了大事小事烦心事都可以拨打电话 0371-6560-5388 同时还有可能获得由道长江怀孕快 郑州长江不孕不育医院所为您提供的精美奖品 接下来调解继续 父亲到这个时候了 我啥都不做 我是一平一一的 逃天逃避的 我叫我的父亲 能好好地把这个事件 好好地双手过去 老父亲现在的一生也是可不容易养胆 父亲赶紧会唱不会 不会唱 我给你唱两句 你试试吧 在那小时后 我常坐在父亲前头 父亲是哪怕登山的旗 父亲是哪怕登山的旗 父亲是哪拉扯的旗 忘不了去的伴方 我将我养胆 忘不了一生长旦 或许是这首歌 让姊妹几个想到了过去的种种 几个人都流下了眼泪 或许到这时候 他们几个才意识到 老人最想看到的 还是孩子们的和睦 那两个就是咱的大街 那两个以后来 躺到床 我今天呢 我也相信你 可能都在企图上 说的很多话 也是都计划 多想象咱的大街 小时候给咱的帮助 我相信小时候肯定 大街是跟咱做一副 做一副 有啥会儿的时候 大街肯定是 从头前头去咱干 有啥处理会儿 再想象人家流洁 来到咱家 来到三十多年 说实话 人家流洁来到这家 没有功劳 也有扩劳的 来到咱家 孩子不容易了 多年年 你大街里好 以后来 你妈子跟着你 人家就看你爸妈的 你两个人也得 热心结 结拿人家 老三张芳 与老二张华 都表示 其实他们并不是 想争夺父亲的家产 只是想让姐夫张留洁 对父母好一些 看你妹子送口了 今天不是要 我都相信 他两个不是 真正要的地方的 所以他不是人家 但要生死亲娘 对他比亲娘要更好 和好地照顾他 知道不知道 张刘杰表示 对于之前的不足 他愿意改正 双方都愿意忘记 之前的恩怨 好好地照顾父母 父亲的工资本 由母亲保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